生活话题也要来关心 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一夜市广告 消费者付款之后就被业者封锁求助无门 苗里警方最近就接获了大闸蟹业者报案 说他们的照片被盗用 制作成一夜市广告 说一瓶蟹黄酱只要120元 无台金只要1000多块钱 但真正的蟹黄是很珍贵的 太便宜往往是假货 警方也呼吁消费者购买钱看仔细 一夜市广告宣称好吃又便宜的大闸蟹 蟹黄酱其实是来自中国的劣质品 但不销业者却谎称是MIT 甚至大喇喇宣称是台湾之光蟹黄酱 企图余目混珠 警方还透过脸书的一夜市广告 网购买了一瓶发现真的骗很大 太便宜往往都是假的 苗里蟹龙说真的蟹黄很珍贵 无台金肯定价格破万元 怎么可能只卖1000多元 苗里养殖大闸蟹的业者说 从8月份开始陆续发现 养殖场甚至是得奖的画面 都遭到不效厂商盗用 刊登在脸书账号推播的一夜市广告上 简直可恶 利用我们的照片 现在连那个县府的logo他也拿来用 也将相关国内物流搭配业者跟资金 往来业者传换 道案说明 扩大追查中 一夜市广告就是包括商品介绍 图片影片都放在同一个页面 方便阅读还标注限时优惠 等待消费者上钩付款 收到货品发现被骗之后 随即遭到封锁投诉无门 而深登的账号用户通常在中国地区 属于境外难以追查 呼吁消费者看仔细别花了钱 还陪上健康记者 张欣杰苗栗采访报道